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是Dixon 今天的photo walk 就来到屯門 来这里最主要都是因为看完宦爱 就带上我的新的飞凉机来这里拍照 想去回所有的拍摄场景 在电影里面 导演把屯門拍到非常漂亮 尤其是轻铁站 他拍到非常有日本铁路的感觉 但我今天不是想拍日本的照片 而是带了两种很特别的飞凉 两种都是Lomo的飞凉 分别是Lomo Chrome Metropolis 和Lomo Chrome Purple 在这里我要多谢Lomo 这次他们提供这些飞凉给我 两种飞凉的对比度都偏高 Metropolis会比较冷色 蓝绿色的系列会出一点 红色会变成暗红 整体的颜色都会变成暗红 至于Purple 就会把原本蓝色的东西 移动向绿色 然后黄色的就会变成紫色 或者粉红色 因为影响到黄色的关系 所以Skin Tone 有机会变得比较粉红 但整体的效果都是超美 超特别的 这两款飞凉有一个特别之处 就是他们的ISO不是固定的 由100至400都用得 变相在不同光暗的场合都用得到 而出来的色通也会因为光暗的情况而不同 例如紫色那种 在光100的时候 颜色会比较粉红一些 而400的时候 就会出一种深紫色 其实今次我最希望可以拍到的照片 是那个轻铁在埋着站 跟着两边有一些树包着轻铁 那些有什么感觉 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我说什么 我希望可以拍到 说这么快 我们就来到屯门的轻铁站 这个就叫做蝴蝶站 蝴蝶站 蝴蝶站就是当时候 劇组拍摄的最主要一个景点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到也有些人在打卡 这个位置大概就是 一边直线有些路轨 跟着另一边也是一条长的路轨 其实都可以上去上面天桥 拍摄到站那里 另外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在冲曬菲林方面 LOMO的菲林 其实不需要特别去处理 去普通的晒相铺 充彩色就可以了 其实一开始剧组 并不是选择这个蝴蝶站 作为首选 他一开始选择一个叫山景站 那里其实比蝴蝶站更加漂亮 刚刚有个位置 是由轻铁转弯在山里走出来 但无奈山景南站那里 就不准拍摄 所以他们就要再找另一个景 之后我们就去了 兆熙商场外面的这条斜路位 这个景是男女主角去社区中心 中间会经过的那条路 他有一条红色长长的走浪 来这里拍照 无论是wide shot影景 或者是人像 都会非常漂亮 刚才在湖碧楼 可能大家都经常去那边打卡 所以坑间就不让我们上去 现在这里就是兆熙食坊 兆熙的天桥 也是另一个打卡位 就是奥米的天桥 不是的 是这个money桥 就是一样的 黄色长的天桥 就是一样的 那种地桥 也很终于一样的 在这里的隔壁 就是这一样的隔壁 的地方叫兆禧南球场 就没开到 不过大家在IG上看到 因为它是新开的 我看到它的颜色都会很漂亮 我都相信它是一个未来的打卡热点 之后我们就沿着屯门码头海旁的位置 一直走到最尖的灯塔的位置 其实沿路海边也有很多位可以给大家认相 因为通常被想拍出来海衰的颜色 在海边的阳光和微风吹着头发 总之外出的感觉 尤其是拍人像是非常漂亮的 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是超级多人的 大家要留意一下 来的时候有机会就要轮流去灯塔拍 由于灯塔是一个打卡位 所以也有很多人在排队 但我们去到之后 最后都决定不拍了 因为灯塔那里 原来要拍那张照片 小片尸是站到很出很出的海 是会有点危险的 就是一个不小心扇脚就会掉到后面的海 所以我最终就决定在旁边拍照就算了 我想说其实看回后面这个景更漂亮 刚刚我们有黄昏日落的位置 然后有些阳光射到楼上的展映 好了 为了奖励大家看到这部片的最后 我想说这个也都经常性在电影里出现的场景 就是男女主角经常商与那条隧道 其实这条隧道就不是在屯门的 而是在火炭那里 我就来到这个位置想称给大家看 其实就是我身后的 这个位置 今次我用LOMO FILM拍了超级多的美照 在这条片都摆不完 如果想偷了全部的话 就follow我的IG去那里看吧 希望大家喜欢这条片 我来际会做更多的photo walk 记得comment like share和subscribe 我是Dixon 我们下条片见啦 我 Rafi 我 我们下条片都在心 我aA area 粉应该壮子 看到一边 看到一边 是不是 regar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